四位國秀 今年創好一百年囉 校園國秀 第一次用到信惠 料金記號 專校書士也特別來到參天宮營信惠 來社長 保安宮以及鄉公所 所以要將信惠團和學校 上面是相當老爹 四位國秀 創好一百九年 今年的校園是特別基盤信惠 料金記號多年 學校的老師跟學生是一早就來到參天宮營信惠 並且生的家 邀請鄉民最頂來的到老爹 今年是我們學校第一次在校慶運動會舉辦 一個聖火繞進的活動 不只說是仿造這個聖火繞進 祈福 獲得大家一個祝福 另外呢 其實也跟我們教育相關 我們知道 十年數目 百年數人 心火相傳 把我們一個教育的愛的理念 把它傳遞下去 所以我們今年才會特別舉辦這樣一個聖火繞進的活動 今年剛才是我們四位國秀 一百十年的浩慶 我們四位國秀 在我們蔡校長 還有家庭會 吳會長 他們基盤這個 聖火繞進的活動 我覺得非常有意義 今天 我可以見證到我們四位國秀一百十年了 我也覺得 非常有影響 在這裡 也要祝福我們四位國秀 百年孝慶 能夠 孝運昌隆 綿緣不絕 能夠孕育出更多的社會上有用的人才 參謹宮是四位鄉民的信用中心 來這裡陰鄧民頂的會作為無會是特別有意義 我們為什麼選擇在餐廳宮 因為餐廳宮對我們四五人來說 本身就是一個從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那這次選擇用餐廳宮的長明燈作為母火 來點了我們的孝慶聖火 也是希望能夠一直把四五國小的精神 一直發揚下去 做一個延續 永續長存 信惠之後 後來慶祝活動是來正式開始 接下來有為期一禮拜的就是比賽以及電燃 活動是相當的方向 四五百年 百年四五經過時間的洗禮 淬煉 如今展現了一個很不一樣的風貌 我們免懷過去光榮的傳統 我們也希望策略未來 希望下一次的百年能夠逃離更芬芳 百年之後 四五的國小能夠效務更昌隆 你今天有參加聖火繞進嗎 有 我從餐廳宮走到法山谷的保安宮 我覺得這趟聖火繞進很好玩 再來四月二號邀請畢業的學長 學姐和校友 我們四月二號不見不散 耶 百年的四五國小背後有很多優秀的學生 團聖火的儀式代表好好歷屬的團行 希望透過這麼多年能夠將四五國小的精神繼續團下去 記得獎口選蔡奉伯圍